真的要匯论 OK 这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简单的先备知识 你在草丛里面可能会看到什么 树叶上可能会看到什么 水边可能会看到什么 甚至陆地上可能会看到什么 我们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这时候你才容易找得到东西 然后在下一个呢 我是觉得留意一下不寻常的现象 所谓的不寻常的现象 通常在白天有太多太多东西 在那边往往我们反而不容易见到不寻常的现象 晚上的是因为我们用灯光扫 所以你看到的那些地方就是你扫到的一半